一般人在推手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用力量去跟人家互相较劲 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推手方式来做说明,什么是一般人认为的松 一般人认为的松是你推我的时候,我是这样子在松,这个叫松 我再怎么样都一定会被对方,这个叫躲,这个叫闪,这个其实不是我认为的松 可是呢,其实松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力量,全身的力量松成到脚底的时候 你看哦,松成到脚底了,你嘴已经没了 所以呢,你推我,你推不到我了 那如果我回来,用我的力量跟它抵,这个叫做抵 我抵它,我怎么发它都不可能,它还可以再打我打回去了 所以呢,力量不是在这里跟它抵,而是你要找到你全身的力量给松下去,这一下 另外呢,开拳讲求要放松嘛 放松就是叫你不要用力 那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如果不用力跟用力的状况下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那请,就是正常来说,假设我要推它下去,我用力抵它,我根本不可能把它推下去 因为这个我用的是力量 可是呢,可是如果我是用把我的全身的力量松到脚底的时候,就是这个而已 所以呢,你看,我如果跟它顶是没有用的,松掉 这这一下,好了 这样 它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呢,它起来,你看,我用力要抵它 那根本是跟自己过不去 可是我只是轻轻的这样子 它就会乖乖的下去了 所以它根本不是力量的问题 而是放松的问题 所以你先将冻冻 Mode 在这里 那么我们还是会降到的 有些算抵抢 可以吗